美国最大银行摩根大通的主席披露 该银行在金融交易当中亏损20亿美元 他承认有关策略错误和管理不善 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和副总统夫人吉尔 在白宫为军人家庭举行母亲节活动 英国喜剧演员沙甲不朗高汉 主演的电影《大顿裁者》 在伦敦举行全球首映